我国真空超级高铁即将入海 速度可达1000公里每小时 比飞机还快 海底高铁建成后 将大大提高人们的出行速度 举例来说 从大连到烟台 坐船至少6个小时 如遇台风等恶劣天气 将无法出行 坐飞机也需要一个小时 天气影响更为剧烈 经常延误航班 但如果你乘坐的是 海底真空超级高铁 它不但不受天气影响 而且短短12分钟就能到达 甚至上海到东京 都可以在两小时内到达 这种令人震撼的速度 一天游变全国 再也不是问题 这项便民工程 不仅体现在速度上 更有这些优势 一 它更安全 人乘坐密闭的胶囊状车厢 在海底管道中运行 不受海矿和天气的影响 可真正实现全天候运行 无惧地震 台风等恶劣环境影响 二 它更环保 所有管道都是在地面完成 不用进行大规模海底施工 所以不会对海底 及周围环境产生破坏 三 它成本更低 海底真空超级高铁 建设成本仅为高铁项目的五分之一 只在海底挖个洞 不占用土地运行起来 能源损耗极低 迄今为止 中国真空高铁技术 已经全球领先 这是中国再次掌握核心技术 将其他国家 远远甩在身后的高光时刻 关注我 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导演